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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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主朋友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教宗方及格于2019年的6月23号 前往罗马东郊的卡萨尔贝尔托内社区 庆祝圣体圣谢节 参与圣体游行 并在当地的安慰之母堂主持了弥撒圣祭 教宗以读经伊莫基瑟德所说的是祝福的话 他祝福亚巴郎 而且万民都要因着他获得祝福 以及福音中 耶稣耶稣在祝福 耶稣在增饼前先祝福了那五个饼 然后将它们变成众人的食粮 从中解释 说话和给予 教宗表示 我们在灵洗那天 在每次弥撒的结束里 以及每次听到一句两眼时 我们都成了蒙受祝福的人 因为祝福乃是将话语转变为恩典 凭着爱来说话 如今令人心痛的是 我们很容易看到对别人的诅咒 鄙视和辱骂 我们过于狂怒 不懂得克制 对每件事和每个人都愤怒不已 不幸的是 往往谁叫喊得越凶 谁脾气发得越大 似乎他就占礼 而且得到赞同 我们所领受的圣体 是温和甘移的 我们不可受傲慢的影响 不可被烦恼所控制 教宗随后提到给予 教宗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 总是设法增加收益 提高营业额的世界里 但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给予 还是拥有呢 是分享 还是囤积呢 福音的经济 借着分享而增长 在分析中 提供食物 不让少数人的贪婪得到满足 却把生命赐予世界 不占有 而给予 乃是耶稣的表达 教宗强调 在基督信仰的思维中 我们拥有的一切 不论多少 唯有在给予的情况之下 才会结出果实 正如五个饼的奇迹那样 用手掰开 给予 分尸及分享 爱 透过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行伟大的事 因此 圣体圣事这样教导我们 天主隐藏在一小块的面饼中 那里有祂的灵在 这掰开和分尸的面饼 既简单又必不可少 而我们所领受的圣体圣事 将天主思维方式传递给我们 使我们将自己给予别人 2020年6月14号 教宗方吉克主持 基督圣体圣血节弥撒 他在讲道中 醒思了圣体圣事 如何医治我们的记忆 使我们充满喜乐 务必纪念天主赐予的诸多恩典 教宗强调 圣体圣事不只是纪念 更是事实 接着教宗表示 圣体圣事医治我们脆弱的记忆 许多人的记忆带着缺乏关爱 痛苦失望的印记 因为有些人 原本应该关爱他们 却让他们的心灵 饱尝孤儿的苦楚 主耶稣圣体圣血的庆典 医治我们孤儿般的记忆 负面的记忆 让我们只专注于 自身的问题和过错 而耶稣以我们为他眼中的珍宝 他看见并深爱着我们的美与善 圣体圣事使我们拥有抵抗悲伤的免疫力 因为他蕴藏了我们对负面记忆的抗体 从此我们身上带着天主喜乐满怀 圣体圣事医治的第三个面向 是我们封闭的记忆 我们记忆的伤疤 使我们对人心怀恐惧和怀疑 因此 我们与他人保持距离 态度傲慢 错误地期盼自己能掌控各种处境 然而 这确实是个幻想 因为只有爱能根治恐惧 使我们脱离自我封闭 过足不前的状态 圣体圣事能满足我们对物质的饥渴 燃起我们服务的渴望 教宗强调 耶稣在毫无防备的脆弱祭柄里 温柔地前来与我们相会 祂成了剥开的柄 好能打破我们自我中心的外壳 祂献出自己 为了告诉我们 唯有敞开自己 我们才能摆脱内在的禁锢 心灵的瘫痪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